农村再生计划在高雄推动已经有超过10年 那么近年来的成果也是备受肯定 农业局集结了将近5年的一个营造成果 发表看见高雄农村专输 不但呈现了推动农村再生政策的成果 也要凝聚发展共识 让更多人可以认识高雄农村的美丽 无论是获得全台且六都唯一的金牌农村 还是发展台湾独有的山茶产业 这些高雄农村再生的成果 市府农业局集结成策 出版这本看见高雄农村专输 不仅是要呈现推动农村再生政策成果 也要一同见证高雄农村的发展 永安新港它在上一届是全国的金牌农村 那它主要有70个年轻人回到整个农村之后 为了整个渔产业从养殖 加工一直到生产到行销 他们全部都有在做 那当然像我们的三线 我们上次我们的六龟原生山茶 我们也在比利时比赛也得了八颗星 最高等级是三颗星 我们三个品项 有两个品项是拿到最高等级 一个品项拿到两颗星 那当然这个社区它发展 它自己原生的山茶 这在全国来讲也是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那当然还有像我们 在我们大奇美地区 像奇山淘争社区 他们主要办的就是农村旅游 那我们最近也开始在整个CSR 或者是在整个减碳的议题上面 也开始在做努力 农村再生计划在高雄推动已经超过十年 成果近年来也备受肯定 做让营造有成的社区 可以担任领头羊角色 带领高雄社区一起成长前进 也会持续辅导其他有意发展特色与产业的农村社区 凝聚发展共识 社区经过四阶段的上课 之后我们会要求他们做一本书 之后来做一个评审 审完之后他才能正式来提案 那当然在这本书的时候 我们其实我们局内的同仁 也都会去跟社区去做讨论 我们会拿一些之前的例子 或跟他相关的 可能你的产业相同 那我们跟你看一下说 其他附近社区他们怎么做 那你们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想法 你是想做生产 想做加工 想做行销 那这一些步骤 我们会引进一些夜市进来蹲点 所以我们有一些像 农在规划市住村计划的一些老师 他会来协助我们做蹲点 那这样子其实也让社区去发觉说 其实每一个产业跟每一个区域 他能发展出来的样态 其实都不太一样 他最主要还是要有你的理事长 跟你们这一群 你们相关要一起努力的这些理事 大家有个方向之后 大家要辅导起来 我想也会比较容易一点 农义局表示 一居一夜一游 是高雄市发展农村的核心理念 期待透过这次的成果及发表 让更多人认识高雄农村的魅力 也期待将更多人潮带进高雄一日农夫 体验农村的乐趣及美好 感谢观看